原标题,十年内茅台三高管落马,有人受惠因看世界被案发,法治暗暴看法新闻,记者董振杰昨天,贵州省纪委新闻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从贵州茅台退休一年多, 他还是没能平安着陆,门中谈到了茅台集团原党委员,茅台就部分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谭定华,因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打规,被开除党席,取消退休待遇,收缴违纪款物,涉嫌犯罪问题,移送私保机关因罚处理,记者书里发现,身为国内第一大揪起茅台,谭定华并非第一个落马的高管, 从2008年至2018年,至少有包括贵州茅台股份有限公司,原总经理乔宏,贵州茅台酒草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房国欣德,先后因数会上千万元被判刑, 其中,一名高管更是因为在韩志世界杯期间,待人赴韩国看球,因接受承办单位贿赂,导致案发,茅台集团原总经理乔宏受贵,千万被判死划乔宏,1953年出生,大专文化,高级经济师,曾任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贵州茅台酒厂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党委副书记, 公开资料显示,乔宏在担任茅台集团总经理之前,曾任贵州省耐用县县长,毕竭地区清放工业局局长等职务,2000年,乔宏从贵州省清工厅副厅长的职位,效放到下述企业贵州茅台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2007年4月30日,乔宏被贵州省纪委的人带走,随后被穿归, 此消息传出后,曾引发茅台股票在5月10日紧急停牌,中国贵州省纪律检查委员会有关负责人,在接受新华网记者采访时介绍,乔宏在2002年韩日世界杯期间,组织销售业绩较好的部分经销商及茅台集团不放先进工作者富含国观看世界杯,这次活动中接受承办单位贿赂,乔宏受贿案由此案发, 据新华社消息,2010年1月15日,贵州茅台酒股份公司原总经理乔宏受贿,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由贵州省尊义市终极人民法院审理后,进行一审宣判。